請右撿 上面有天橋我覺得有正硬的地方 不會讓小孩直接曬到太陽 或有時候下雨也可以來這邊玩一下 就很好 因為怎麼講 這邊都沒有很合適讓小孩玩的地方 所以帶來這裡比較安全 很好啊 很親近啦 帶小孩來玩很好啊 有這個地方很好 除了休閒遊樂設施 公園四周空間也重新改造 包括協調台肥拆除圍牆 及台電拆除五支電感改地下化 讓人行道加寬 還有吸引公車後車停等 是金融市長牛昌卸任前 送給中山區民眾的一份大禮 我也很高興在我 即將卸任之前 能夠依照之前的一個目標 在現在把它順利完成 也送給我們中山區所有的民眾 一個很棒的一個禮物 協助金融市政府向中央 爭取補助經費及高公局提供土地的 立法人蔡思印更進一步協調 台電協和發電廠 以企業回饋精神 認養協和文化親子公園 負責後續公園環境設施維護工作 對於金融市政府將原本高架橋下設施 缺乏使用率低的空間大改造 當地市議員也非常肯定 並期待未來中山區能有更多的建設與資源投入 因為不夠的時候 那麼區長有找 找我跟我們兩位議員 說你們還有沒有經費 是不是可以幫忙一下 我們當然是意不容辭 我希望這個親子公園 只是一個開頭 是中山區開頭的一個亮點 未來我們希望還有更多延續的一些建設 這一個是我們中山區第一座最特別的親子公園 但這絕對不是唯一 未來我們一定會有第二座第三座更漂亮的親子公園 多元化的公園 讓我們中山區的發展也會變得更好 對此金融市長劉昌宣布 未來從中華路到中和路這一段中山區道路 將升級為示範道路 德赫國小前這座天橋也決定在明年4月拆除 校民路口意向與周邊環境將重新塑造翻新 從流浪頭一直到我們中和路 未來這一段路段會成為是基隆新的示範道路 所以周邊的環境包括人行道 還有包括照明 以及相關人行的人本環境的空間 也會一併做改善 那另外前面的德爾國小的天橋也即將要拆除 在明年4月份即將要動工 所以我們中山區整個周邊的一個環境 未來會變得更棒 也可以讓整個居住的環境跟品質 把它大幅的一個提升 然後扭轉過去中山區一直給人 是一個比較邊緣 然後比較沒有被照顧到的地方 我相信未來中山區會是基隆嶄新的一個發展區 這處中山區首座親子共農公園 共耗資915萬元 今年1月初動工 9月初幾完工 總面積超過1800平方公尺 啟用後 預計將成為中山區最夯的親子休閒遊樂場所 記者張祈騰 基隆報導 記者張祈騰 基隆報導